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他都如这个图 圆欧 为三角形ABC的内切源 切与AC相切与P点 这是切点 经以欧为圆心 然后欧B为半径 画一个弧 这样一画的话 结果在这里 割出一个什么呢 一点来 D 也就是说OD 跟OB的长度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他问说 AB是等于15 BC是等于17 AC是等于18 那么他问CD等于多少 CD等于多少 他是怎么做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两段一样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鞋边一样 因为这个鞋边一样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那个高尾一样 就是 S SA SSA对直角三角形是全等的 SSA对直角三角形是全等的 叫做RHS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就全等 那全等的话呢 所以我就晓得 这一段 跟这一段就一样 那我假设这一段 叫做X好了 我现在要求这一段 这一段叫X的话 那这一段也会是等X 这是对直角三角形 这是对直角三角形是全等的 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是全等的 好 那这X的话 所以这个应该等于多少 应该就是17 -X 那这个也是17-X 所以这里就是多少 就是17-2X 这样加起来的话 才会等于 这一个加X的话 刚好是17-X 为什么 因为这是切线 原外一点 做两条切线 切线长度是一样 那这样的话 这是17-X 这总共是18 所以就18 减掉17-X 所以是1加X 这里就是1加X 这两个是切线 所以这个也是1加X 那这1加X的话 这整个是15 那15减掉到多少 1加X 这是等于14-X 这个就是14-X 14-X 那这两条切线一样 所以14-X等于X 14-X等于X 所以X等于多少 等于7 那X等于7的话 所以CD等于多少 CD 就等于17 减掉到多少 也就是等于7 减掉14 等于3 所以 这个CD长度是3 所以大家应该要选3 这1加X 这1加X 这1加X